大家好啊,又是我,你爱的自动学生 越到年末,杂七杂八事情是真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们呢,最近还忙不? 这几天看了太多女瓶的书,不得不说快把我整闷了 而且因为审核原因,上期还老过不了,就很难受 那么本期视频就让把视线再拉回修正小说吧 吐槽一下那些奇奇怪怪的修正者 小说的名字叫修仙高手混花都 温馨体质是混花都 其实你搜在花都,占花都啥的也都有 所以花都到底是好在哪里? 我什么也想不明白 当然这一看就是一本都市玄幻 实话说,十本都市,九本坑 故事一开始,在另一个修正大世界遭遇天铁 小叶不幸凝落了 作为宇宙杀神,修炼视觉工的他 因为造成杀孽过多,有违天道 被系统强行抹除了 在视觉单的保护下,一丝魂魄 夺舍了地球上小叶的肉体,继承了他的生活 不过之前小叶因为脑子不太好时 已经被家族所放弃 这就导致,他和妻子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凄凉 一点都不像个富二代 小叶是个知能土豪的人 既然占用了你的生活 那么你的老婆我就一定会尽力帮你养好 你可放心的去 什么玩意儿,人家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在路边吃了几个有灵力的野果子之后 小叶就恢复了练习出击的修为 这个都可以耶 虽然不强,不过这个实力在地球上已经够用了 但是因为上辈子是死在天雷手中 所以这一回小叶怂了 不敢再练视觉工 选择改为修炼道具 在街上闲晃的时候 小叶偶然发现了妻子小木的妹妹小慕容 被人绑在了车上 出于谨慎,她选择跟了上去 果然,小木人被坏人下了春药 扛着摄像机,正打算侵犯她 嗯?来了,来了,她来了 读着小说专有的春药环节 欲试不绝,春药就完事了 有小叶在,坏人自然没能成功 一拳一个小朋友 瞬间就解救了妹妹 在迷迷糊糊之间 妹妹看到了满头大汗的小叶 没错,她成功误会了 你在想什么 在之后小木的生日就会上 接着酒精 她在大庭广众之下 控诉着小叶的变态行为 连自己的小姨子都不放过 你还试人吗? 小叶没有解释 不过这倒也挺符合她的人设 作为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要是还距离于这种迫事 那可真是要笑死人了 只不过清晨 小叶还是待不下去了 于是她连夜扛着火车头 去了外地 在车上,机缘巧合之下 小叶从一个女小偷的身上 搞到了一块夏萍零食 于是她选择躲进深山修炼 成功突破到了练棋中期 错觉的是 此处正好有两支特种部队 在进行战争演习 小叶不知情地被卷入了其中 不过凭借着一手过人的势力 战区的总司令决定和她亲自谈一谈 这么猛的一个人 不招揽下来 岂不是血亏? 你们都不怀疑的吗? 这种高手突然出现 本身就很诡异啊 小叶之前搞到的夏萍零食 其实是胡佳花重金买到的 是用来拯救日益衰败的家族 所以理所当然的 胡佳给了业家压力 要她赶紧交出这块零食 但现在小叶会理他们吗? 我是宇宙沙神 会怕你们吗? 话说为什么感觉这个称号 说出来这么羞耻 要知道 升级到练习中期的小叶 就是整个地球上 战斗力最高的存在之一 在之后的剧情就特别平淡 进入了一个循环 为了凸显小叶的强大 整个流程就是 你小子谁 是你小子 你好强啊 懂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三句话是真的精髓 不停地换地图 群众员当然就只负责战了 大喊哇 恐怖如斯 大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真实 打人砖打脸 而混得最惨的 莫过于各种动物帮派 野狼帮 猛虎帮 大象帮 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 为什么小说里的黑社会 老喜欢叫自己豹哥 虎哥 这名字 听过去也太炮灰了吧 为了能够得到蟒蛇精的灵珠 小叶去了一趟深山 机缘巧合之下 在那里和小木重新相聚了 并且发生了第一次运动 当然到这个时候 已经有一个加强盘的女人 被小叶拯救过了 大喊小叶的一个徒弟 汪涛 已经被一个很厉害的黑社会头目 派来的人给杀了 这还真是玄幻传统 杀了小的 来个大的 杀了大的 来个闭关的 果然大怒之下的小叶 把整个黑社会的总部 都给杀了一圈 是里三圈 外三圈的那种圈 我觉得政府应该给小叶 整了一个犯罪克星的荣誉称号 反正原文在两章之内 就结束了所有的战斗 杀的过程差不多就是 小叶一个火球技术 死一个人 再来一个飞刀 又死一个人 然后剩下的就怂了 求是小叶饶过他们 在吃了一波AOE之后 当场就全军覆没 再然后老得出来 大喊小畜生 你敢杀我的人 我要你的命 当然两招之后 他就死了 嗯 果然是都市爽闻啊 解决了这些事情之后 小叶通过特殊的方法 直接复活了汪涛 还是不用任何代价的那种 用普通的植物 做一下药水就完事了 你脸大 你说的都对 之后 小叶收到了武术协会的邀请 去参加一个高端的交流会 众所周知 这种交流会 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小叶打脸 果然该发生的剧情 还是发生了 众人看小叶年轻 都想着欺负他 你说你们混了这么多年 该有多瞎 王霸之气都看不到吗 小叶都不细得打他们的脸 让小弟上 就把他们都给整趴下 他们不服呀 有本事你亲自揍我们 用保镖算什么英雄好汉 Excuse me 小叶当然满足了他们 牙都给他们打掉了 于是他们只能请出了老祖 赖给自己冲场面 然后老祖的牙也给打掉了 服了 不仅仅牙给你打掉 所有成年的人都被小叶杀了 总的来说 这是一本透露到不行的都市小说 而且后期男主 甚至会因为人家看了他女人一眼 就把人全家都给杀了 基本就是杀杀杀 就完事了 男主装逼打脸的日子 就没停下来过 我总怀疑这些都市 是不是贪疼的没有网络 不然怎么能总犯同一个错误 绝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麻烦三连帮帮忙吧 实在不行 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 对了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私信或者微信告诉 拜拜